字字句句 含义非常地深广 汇编 注节里面 引用经典的话 以及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很多 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 不能够一夜为大家介绍 这部书是好书 应光大肆坚定 我们应当常常读诵 学福先要学做人 做人先要学做好人 如果人都做不好 佛法的决定是有名无实 天台大司所说的名字为重 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名无实 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所以一定先把人做好 应光大司不但是一代的祖师大德 那么传说当中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 再来的 这个事情也可以相信 他为什么用感应篇 廖凡事训 暗示全书来教化一切大众 而不用佛家的今天 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多想想 大司用意何在 我在二十多年前 1977年 在香港讲经 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这个小图书馆里面 收藏了不少 印光大司红发社所印的书籍 他印的书印的好 这个教队相当认真 措子少 可以说是近代的三本书 那么我在其中发现的 就是他老人家了 这三种书印的数量最多 我概略的古迹 应当超过三百万次 那么其他的 佛教经典的量都很少 跟这个相比 几乎十分之一 得不到 于是我就想 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证明了 世间有很大的劫难 劫难是怎么造成的呢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华言经上说 为心所限 为时所变 佛这两句话 把虚空伐解一切众生 根源为我们说出来了 心心是变 谁的心呢 是我们自己的心 心是将真心 事是将忘心 是我们真心所限 忘心变化出来 这个是一句话 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源 给我们说出来 一语道破 大臣经论上佛长江 一切伐从心相生 这一句话 跟华言经上讲的两句 完全相同 一切伐从心相生 心 为心所限 想 就是为时所变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这些人 世界上这些众生 想的是什么 我们生活环境 随着我们思想在变化 现在这个世界 不再接受圣贤的教会了 中国 严格地说 从汉五帝开始 一直到清朝末年 国家教学的政策 虽然在这年轻多年当中 有朝代的变更 可是教育政策 失踪 没变 不管是哪个朝代 原朝 蒙古人入驻中国 清朝 满洲人 入驻中国 教育政策 没改变 一幕相成 国家正规的教育 都遵行 孔孟 这个是汉五帝 定下来的 两千年都遵守过 社会教育 采取佛家道家 所以如是道 在中国成为三教 这是圣贤教育 所以国家 这两千年 长治久安 有它道理存在 民国建立之后 打倒孔家殿 把佛根道了 都看成迷信 于是 传统的教育政策 被废除了 迷信 西方的物质文明 迷信西方的功利主义 我们自古以来讲的 道德 道德仁义都不要了 造成今天国家的困境 社会动乱不安 印族对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楚 很明白 很明白 用儒家的方法来教学 现在政策不需苦 佛道的教育虽然好 现在社会大众很难接受 所以先教你做人 做好人 廖凡四训 这个里头主要的宗旨 是教我们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众善因 必定得善苦 可是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呢 大司提出了感应篇 感应篇不是从外国来的 佛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 感应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文字不多 只有一千三百多字 这个里面就是善悟的标准